《猎王记上》第十四章 那时耶罗伯安的儿子雅比亚病了 耶罗伯安对他的妻子说 你起来改装 使人认不出你是耶罗伯安的妻子 到世罗去 有雅西雅先知在那里 他曾对我说 我必做这名的王 你要带十个饼 一些饼干和一瓶蜜去见他 他会告诉你孩子将要怎样 耶罗伯安的妻子就这样行了 他动身往世罗去 到了雅西雅的家 雅西雅因为年纪老迈 眼睛昏花不能看见 耶和华对雅西雅说 看啊 耶罗伯安的妻子 要来向你求问关于他儿子的事 因为他病了 你要这样这样告诉他 他进来的时候 必装作别的妇人 他刚进门的时候 雅西雅就听见他的脚步声 就说 耶罗伯安的妻子啊 进来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改装呢 我奉差派要把凶性告诉你 你去告诉耶罗伯安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从人民中提拔了你 又立了你 做治理我的子民 以色列的领袖 我把国从大魏家夺过来 赏赐给你 你却不像我仆人大魏那样 谨守我的诫命 以心跟从我 行我看为正的事 你反倒行恶 比那些在你以前的更坏 又去为自己制造了别的神 和铸造偶像 惹我发怒 把我丢在背后 因此 我必使灾祸 临到耶罗伯安的家 我必建除以色列中 所有属于耶罗伯安的男丁 无论是自由的 或是不自由的 我必铲除耶罗伯安的家 像人扫除粪土一样 直到完全除尽为止 属于耶罗伯安的人 死在城里的 必被狗吃掉 死在田野的 必给空中的飞鸟吃掉 因为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 你起来 回家去吧 你的脚 一进城 你的孩子 就必死亡 以色列众人 要为他举哀 把他埋葬 属耶罗伯安的人中 只有他可以入葬坟墓 因为 在耶罗伯安的家中 只有他向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显出善行 耶和华 必为自己 兴起一个王 治理以色列 他必建除 耶罗伯安家 今天 今天 就是时候了 就是现在 耶和华 必击打 以色列人 他们 就摆动 像 芦苇 在水中 摆动一样 他 要把 以色列人 从他 赐给他们 列祖的 这块 美地上 拔出来 把他们 分散在 又发 拉底河 那边 因为 他们 做了 亚瑟拉 惹 耶和华 发怒 为了 耶罗伯安 所犯的罪 又 为了 他 使 以色列人 所犯的罪 耶和华 必 丢弃 以色列人 耶罗伯安的 妻子 动身离去 回到 德萨 他 一踏进门 看 孩子 就死了 以色列 众人 把他 埋葬了 又 为他 举哀 好像 耶和华 借着他的仆人 雅西雅先知 所说的话 一样 耶罗伯安 其余的事迹 他怎样 争战 怎样 做王 都写在 以色列 诸王的 年代 之上 耶罗伯安 做王的日子 共 二十二年 就与 他的 列祖 同睡 他的儿子 拿达 接续他 做王 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 在 犹大 做王 他 登基的时候 是 四十一岁 他在 耶路撒冷 就是 耶和华 从 以色列 各支派中 所拣选 在那里 立他名的城 做王 十七年 他的母亲 名叫 拿马 是 雅门人 犹大人 行 耶和华 看为恶的事 他们所犯的罪 惹动他的杜粪 比他们的列祖 更厉害 他们又为自己 在各高纲上 各茂盛树下 建造秋坛 神柱和亚瑟拉 国内又有难忌 他们仿效 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赶出的外族人 行了一切可赠的事 罗伯安王 第五年 埃及王 誓萨上来 攻打耶路撒冷 他夺去了 耶和华的宝物 和王宫的宝物 并且 把所有的东西 都夺去了 又把所罗门 所做的一切金盾牌 都夺了去 罗伯安王 做了同盾牌 代替那些金盾牌 交给 看守 宫门的卫兵队长 看管 王每次进 耶和华殿的时候 卫兵就拿着 这些盾牌 随后 又把盾牌 送回护卫室里 罗伯安 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 犹大猎王的 年代至上吗 罗伯安 与耶罗伯安之间 常有战争 罗伯安 与他的列祖同睡 与他的列祖 一同埋葬在 大卫的城里 他的母亲 名叫拿马 是亚门人 他的儿子 雅比央 接续他作王 跟他优优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